结合文化、艺术、社教、红法和共修 基隆杰勒寺也希望能够成为大众的惠命家人 惠于基隆市中心的杰勒寺 交通便捷、背山面水、环境优美 可以说是人间佛教、光明与希望的道场 杰勒寺依着山势而建、楼高八成 回额耸立在热闹的商业街上 显得协调庄严又十分醒目 道场内外花木扶书、优美清静 为忙碌的现代人提供身心灵得以舒展的惠命家园 在《妙法连华经》里面有一句话 它说诸佛两族尊、知法常无性 佛总从缘起事故说一诚 所以佛总从缘起 为什么?因为法无自信 每一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性 我们不是只有一个普通的凡夫 我们有佛心、佛性 我可以通过我的发心、我的修行 我让我成为一尊佛、一个菩萨 所以这个石头 我们说情与无情同缘总治 石头也有它的生命 它可能是一般的石头 但是我赋予它生命 它可能就一个茶壶 可能就是一尊佛像 可能就是一片的经文 所以这个是因为法无自信 所以老师一生用这样的一个艺术生命 来行菩萨道 为佛教奉献了很多的艺术生命 那佛法的法宝 这个妙法联华金是金宗旨王 能够把这个法宝留下来 甚至老师还刻了很多的佛像 极乐寺的山门 有效口常开的弥勒佛像 从建筑外观来看 大雄宝殿为个庄严 殿内的壁画与佛像结合为一 让参拜的民众心尽祥和 极乐寺结合文化 艺术 社教 弘法和共修 是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多功能道场 希望能够带领结隆地区的民众 朝着法喜安乐的人间佛教方向努力 时方新闻记者赖伊荣 基隆采访报道